草不截梗是名一名白药 梗草 既气味 根 心 微温 有小毒 李时珍认为 当已苦 心 平为 主治凶满不痛 用截梗 只可等分 煎水二杯 乘一杯 温服 伤寒腹胀 阴阳不合 用截梗 半夏 尘皮各三浅 生姜五 煎水二杯 乘一杯 四方明截梗 半夏汤 寒嗽喘吉 用截梗一两半 盐细 用铜变半生 煎成四合 去扎后温服 沸涌壳嗽 凶满阵寒 麦树腌干 先土臭痰 后土臭浓 用截梗一两 甘草二两 加水三生 煮 乘一生 温服 吐出浓阴时 是病建玉之相 此方明截梗汤 猴臂 用截梗二两 水三生 煎成一生 一次服下 咽痛 先服甘草汤 如不欲 再服截梗汤 口舌生疮 至法同上 虫牙肿痛 用截梗 亦以等分为末 内服 骨槽风 牙引肿痛 用截梗延细 与枣肉调成丸子 如灶饺子大 果棉内 上下牙咬住 常用经戒煎汤 瘦口 牙肝 用截梗 回香等分 掠烧后延细敷 换处 眼睛痛 眼发黑 用截梗一斤 黑千牛头三两 共延细 加密成丸 如五子大 每伏四十丸 温水送下 一天伏二次 此方称截梗丸 笔血不止 用截梗延细 加水调匀 每伏一茶室 一天伏四次 药中加生犀牛脚蟹 亦可 吐血下血 至法同上 打伤恶血 用截梗末 每伏少许 米汤送下 中骨下血 下血如鸡肝色 大量排出 病热狠险 用截梗延细 每伏一茶室 酒送下 一天伏三次 初食需强灌 约七天之后 血止 可吃猪肝汤补身体 药中也可加西角 用量与截梗等分 怀孕中饿 心腹突然大痛 用 截梗一两 塑系 加生姜三片 水一杯尖浮 富方神农 本草经只有截梗而无忌 但既截梗一名其 名医别录 才认为这两个名称是不同的植物 因为它们的性味和功用都不相同